上海今日预计发送旅客40.8万人次 其中上海虹桥站预计发送旅客26.1万人次 大陆暑期交通已经展开 和春运不同的是 暑期交通主要是以学生暑假返乡 家长送新生入学和暑假亲子游为主 从海林出发去北京游玩 玩了几天 然后现在反正回去了 而暑期旅游虽然天气酷热 还是有不少游客喜欢到沙漠 甘肃敦煌月牙泉的景区 日前出现了大风和降雨 并伴随了阳沙能见度低 导致月牙泉景区暂停开放 6月30号终于再开 游客又可以体验沙漠之夜 万人星空演唱会 只是温度较高要预防中暑 这几天敦煌的最高温度 接近37摄氏度 即使在傍晚也能达到32摄氏度 为应对旅游旺季和高温天气 敦煌市各个景区管理服务部门 和敦煌研究院都启动了超大客流应急机制 镜头转到重庆 一辆面包车突然起火 引燃了旁边儿童充气城堡 暑假期间 家长和儿童正玩得开心 突发事件让大伙吓了一跳 幸好追起事故无人员伤亡 至于新疆博州则出现了游客 被山洪困在景区的半山腰 消防人员抵达现场发现山脚下的道路 被洪水冲毁 车辆和人员无法通行 幸好利用9公尺长的拉梯 横跨两边 引导受困人员撤离至安全区域 TVBS新闻郑胜伟 陈向如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